世界黃皮之餵 屈南園 經過了交通複雜 由香港西高龍出發 去到廣州東站 廣州站再轉車 經過了一個多小時 終於來到雲浮東站 這是什麼地方呢?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來的 富貴於我與浮雲 浮雲的雲浮 你看這裡多空曠 很空曠 你看這裡 好像沒什麼 這裡開去屋南要多久? 一小時 一小時 很難 就是苑太爺 住在後面那裡 他在1932年 在馬來西亞 帶了兩個 帶了一棵黃皮 雪回來 屋南亂種 在馬來西亞 當時有核 來到這裡種 因為水土的關係 種到出來 沒有核的黃皮 這個就是無核黃皮之母 這個遠太爺 當年就住在這裡 它就是 它在曬著 你看 這裡就變成中國的 無核黃皮 武樹 現在是早上6點45分 我們已經上到山上了 這裡就是一個果園 找什麼果呢?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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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摘這些是什麼? 黃皮 現在可以吃的 這個黃皮 是可以吃的 你幾點鐘開始摘? 我的嗎? 6點鐘就來了 6點鐘來到這裡摘的 很難受 很漂亮 看多漂亮 給大家欣賞一下 山塵水園 我們昨天離開了香港 乘高鐵去廣州南站 坐整個小時的車 再到雲浮 雲浮再坐車 到屋南 正式來到果園 我介紹了朋友給大家認識 Lily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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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認識Lily 應該都知道 它是穩麗園的第三代 香港人吃開蛋蛋麵 沒有理由不懂穩麗園 全鄉最好吃的蛋蛋麵 歷史最悠久的 蛋蛋麵跟我們現在的黃皮 有什麼關係? 這個是黃金皮 黃金皮來的? 是的 跟我們普通吃的黃皮不一樣 黃皮之中其中的品種 是的 這個是比較特別一點的 因為全球只有這裡的土壤 才可以種到一些 沒有核的? 是的 我們這個地方介紹給大家聽 叫做屈南 屈屈的屈南 是南邊的南 其實已經近廣西了 這邊 廣東是很邊邊的地方 那個黃皮 大家可以看一看 其實撕開了之後 你看起來跟普通的黃皮沒有分別 我試一個給大家吃 沒有核的 而且很酸的 甜甜的 那這個黃金皮 今年跟韻力園有什麼新搞作呢? 其實我們是 用這個黃金皮圓化了十年 是 做了什麼出來? 做了月餅 月餅? 是啊 我沒見過黃皮可以做月餅 黃金皮可以做月餅 我聽說黃皮其實很有藥效 尤其肝 氣管炎 預防癌症 還有還有一件我最關心的 就是柏金順病很有幫助 因為我爸爸現在已經是柏金順病了 所以其實我推介他 應該吃黃金皮 月餅 哇 你又收成了 今年大豐收 是呀 你就知道 這很辛苦 是啊 辛苦 很辛苦 很辛苦 哇 一百斤你都擔得起 是呀 李妮姐你們搞定了嗎 盧院長你好 你好 你好 多謝你們的邀請我們來屈南縣 謝謝 謝謝 很開心 來這裡 可以跟我們簡單介紹一下屈南縣 好啊 好啊 它的名字是怎麼來的 是的 我們是屈南縣 所以它的名字就是這樣 因為以前西江 就叫屈江 我們位於西江的南縣 所以我們來屈南 就叫屈南縣 好容易記了 屈江之南就是屈南縣 屈南縣 黃皮之鄉 知道黃皮其實有很多功效 餓我餓嗎 對 是 還有一種餓 很好的 消滯 會吃多東西 是的 很快就餓了 特別是小朋友 有很多解暑 解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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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去做記者 可能我要皮弩 把整個放進去 你皮也會吃 皮是很有功效的 是的 這是正氣果 正氣果 所以全身都很好 而且屈南縣的黃皮 跟普通的黃皮不一樣 是的 所以我們屈蘭的黃皮 可以這樣說 是世界上中殖面積最廣 產量最大 就是你剛才說的 就是品質最特別 有什麼特別呢 就會有滑 沒有滑的 是的 其他地方沒有 嘗試一下 嘗試一下 好吃 好吃 又沒有同 有種黃味 有種黃味 還有消細 所以就好了 吃多一點也不怕 我們說的東西 吃同意 其實可以吃的 又可以做藥 是 先行同意 吃多一點也不怕